在小小的摊位前 一拿到香气四溢的披萨 让人忍不住大块朵頤 这家充满意识风情的披萨店 就坐落在传统市场 老板秉持纯正做法 做出外酥内湿的南意识披萨 南意的拿玻璃的披萨 可以说是披萨的起点 因为最早开始就从那边开始 就是不能用擀面棍 南意的话就是 全部都是要用手去塑形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出边边 砰砰的那样子 中间是薄薄的 手工制作是重点 饼皮则是灵魂 看似简单的披萨 其实背后下了很多功夫 每个步骤到位才能香浓带咬劲 饼皮是这种披萨的灵魂 是因为我们是采用低温的发酵方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冷藏 最少要36个小时 就是整个让那个面团 慢慢慢慢的发 不是很快的发起来 那里面的气孔 才会分布的比较均匀 你吃起来的时候 也会比较有一种嚼劲 最特别的是各种用料丰富 不同口味的披萨 通通都是蔬食 老板透过调味和馅料 让素食披萨 不但风味不减 口感更加道地 看完展展就过来吃 觉得很好吃 就吃荤的人也会想 就也会觉得很好吃 希望就是吃进去 身体里面的东西 是植物性的饮食 然后不杀生 让我们原本的生 心灵 跟这个好的食物 有一个好的连结 南京卫视台北高雄综合报导 我好 好 好 感谢观看